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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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贵 我是江老師 哈囉大家歡迎回頭我是江老師 我今天收到了一個是 7-11的包裹 這個 巨型包裹 因為可能我是一個文具控的事實 被7-11發現了 然後他們最近有一個快閃購呢 就是法日聯名有許多的 厲害的文具品牌的快閃購 然後所以他就想說 姜老師你會不會想要開箱一下 我們這次快閃購的這些商品呢 我說 why not 然後我就寄來了 我跟你講這次快閃購的那個品牌有哪一些 全部姜老師自己都有花錢買 因為這些都是很厲害的品牌 例如說像Paul and Joe Paul and Joe 有沒有 Paul and Joe知道吧 就是有賣那個 一些文具之外 他也有賣那個保養品啊 彩妝品牌這樣子 然後他的文具 不便宜耶 姜老師也是一直買 那一個鉛筆盒一千多 結果他快閃購給我多少 599啊 他把我的錢直接這樣 899 他真的變超便宜 我跟你講他快閃購真的傻眼貓咪 再來是他們那個 有 Lami 有 Elecom 跟Mark 我跟你講他Lami我傻眼貓咪 我Lami的筆有兩支 一支一千多一支兩千多 他這裡賣多少 699 完全是市場打到骨折最低價 我覺得這個價格真的有點誇張 所以我們待會就要來開箱一下 還是要非常好的期待 該死了該死了 這個小 DOO 我們先從小的東西 OMG 你看啦 很可愛啦 我想說Lami咧 然後 嚇死 我是不是一直爆音 DOO 來各位看一下我們第一個開箱的是Pole & Joe的這個鉛筆盒 他的這個鉛筆盒呢 不用多說什麼 上面有非常多隻的貓咪 就是可愛 然後他這個大小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他是屬於 可塵皮材質然後硬挺的 帶出去這個大小是非常非常剛剛好 就是他可以裝蠻多支筆的 然後但是又不會太大包 然後我覺得從那個包包裡面拿出來就 然後覺得 很質感 喜歡 然後再來呢 下一個是 這是一個 天啊 DOK 我跟你講這時候我覺得真的真的 真的覺得你們有機會使用卡套的人 其實也是很幸福 因為它也是一個很美的裝飾品 你知道像我就是沒有去公司上班過 我就是鋼琴老師或者是鋼琴班奏 或是去拍影片 我好像就沒有機會拿出我的識別證 還是什麼東西 這邊呢是一個貓咪的洞洞 可愛喵 然後這個打開呢 其實就是一個可以放零錢 或是隨意你要放什麼的空間 然後呢它也可以同時是你的鑰匙包 因為你就把你這個鑰匙就是扣在這個上面 然後要中午出去跟朋友吃飯 我都在幻想你們是不是中午出去 跟同事要說一聲 早上去吃飯了啦 你們就帶著手機跟這個這樣就好了 然後手機這個就可以穿過去 又結帳 嗶 大姐一 嗶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個感覺 因為它這個貓的頭有露出一個洞 所以我在想這樣直接嗶是不是可以的 嗶 哎呦 哎呦 市價的五三折 這個是899原本是1700 看一下還有另外一個顏色粉色款的 這個也是他們經典的粉色的那個花花的包裝 這個顏色美到爆炸 它是裸色的 你看一下哪 拿在手上 顯白 這種都叫顯白幹嘛 好美喔 然後一樣的設計 它就是可以讓你放鑰匙啊 然後放零錢啊 然後旁邊也是要有一個票卡的地方 你猜我喜歡哪一色 大黃色 你怎麼知道啊 你怎麼知道 它這樣子粉粉裸裸的你知道嗎 就是 江黃色氣質很適合吧 就是那種 哎走啦 吃飯啦 哎走走走 走吃飯 然後就 他說 不要再荒謬的東西 我知道你有買到 我知道你不要再這樣 嘿嘿嘿 訂閱一下啦 KIP 我們先來看貓咪款的 它其實呢 裡面還有加成給你喔 它外面是長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要這個嗎 你知道為什麼 這樣是教你啦 因為 手要穿過去這樣拿 時尚 會不會呀 急死我了 你們這些小朋友 還要人家教 就是呢 這個這樣子 拿著 然後手這樣穿過去 哎呦 哎呦 你 有沒有 有沒有 這樣子穿過去這樣子 要開會啦 副總我馬上到 哈哈 我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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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美 然後呢 雙邊拉鍊這樣開下來 打開還有驚奇的夾層 非常貼心 它一共有一個 兩個 三個夾層 一個比較大的 兩個比較小的 所以你的文件呢 你就可以放在這裡 文件就放在這邊 很棒 然後這邊可以放一些什麼 充電線啊 充電器啊 那種東西 而且 不要鬧吧 不是吧 還附一個這個袋子 束口袋 然後我真的特別喜歡 它的這個設計 因為很多電腦包 其實沒有這個設計 但是有這個設計 是怎麼樣 Fancy啦 Fashion Fashion Fashion藏在細節裡 這個就是Fashion 好啦 我們再來看下一款 一樣是會有附這個束口袋 然後它就是這個顏色 搭配它內裡的布料是什麼顏色 它就是什麼顏色 這樣子打開 然後這裡面還有它這個 Pole & Joe的那個燙金的字 然後呢 這樣手套起來 讓你上班的心情都好起來了呢 工作要打開電腦 之前看到自己拿著這個包包 Pole & Joe的最後一款東西 就是這個貓咪的這個 它這裡面有一個提袋 然後你可以把它收進這個 小貓咪的頭裡面 這樣做 然後所以就是購物袋啦 因為你出去 出門買東西啊 只要放一個這個在包包裡面 然後去買菜什麼就可以 馬上打開來 裡面就有 千千萬萬隻貓咪在等你喔 主人 趕快買菜回家吧 我好餓了 那這其實就是個簡單的 尼龍材質的一個袋子 然後呢我們來裝裝看 很方便要購物的時候 隨身攜帶一個這樣的東西 OK Pole & Joe開箱到這邊 我們開箱的下一個東西就是什麼 Lamy 兩個顏色的Lamy的筆 你沒有聽錯 它就是699 我再看一次 我到底有沒有看錯 狠狠 狠狠狠 這一次的711的門市 快斷夠狠狠 真的是699 然後呢我們現在有兩個顏色 是2022限定新色 一個是草莓戀人 Strawberry Lover ok Another one是奶油慕斯 Cream Mousse 一定要講英文嗎 天啊好美喔 我的天啊好美 而且它連這個底部都好美 它這個也好有質感喔 你知道它附的這個很有質感 就是讓它軟軟的躺在筆的床上 好有質感 盒子設計也是很美的 有種日本風啊 你收到這個鋼筆的時候呢 因為它裡面是卡夾式墨水 它不能先把墨水直接鍍進去了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這個動作 你先把它 你看它中間有一個這個部分 然後你把它打開 把這一個 這一個環 好這個環拿出來之後呢 卡夾式墨水就可以塞進去你的筆裡面 咔它一聲 好沒有咔它一聲 欸跟拉米這麼不熟欸 然後你這樣轉去的時候 它就會用一點力量 然後就把你的那個墨水推進去了 好確定不會卡它一聲 反正呢就是 這個環拿掉之後呢 很簡單就像剛剛這樣轉進去 筆的水就要來了 哎呦 Beautiful 我的紙真的很漂亮 它這個不鏽鋼的筆尖呢 刮到那個紙的時候會產生一個阻力 跟一個聲響 我們非常享受那個在寫字當下發出來的那個聲音 跟墨水在紙上形成的那個瞬間 動物在說什麼對不對 各位文具控你們動物在說什麼對不對 這就是我對文具愛的告白 真的很好寫 好慢慢寫一下白色的 真的好好寫喔 拜託大家去收一支拉米的鋼筆 它真的是鋼筆裡面我覺得 CP值表現都穩定很好的一個品牌 再來開箱的這個是那個 Elecom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唸啦 Elecom 但是這個是一個日本品牌的一個包包 它非常的多功能 我跟你講現在我整個千頭萬序是因為 我剛剛這樣拉開來 我覺得它會以為它一次到底 沒有 它拉開來上面是一個小空間 置物的小空間我覺得很酷 然後呢 這邊是磁鐵 整體我現在拿到的手上這款是灰色 然後搭上藍色錶的 這邊是這種拉下來的這種拉鍊 這個拉鍊還蠻方便的 它側邊這個拉鍊的這個設計 讓你不用把後背包拿到前面 你也可以直接打開你的包包拿東西 這裡還有一個比較深的空間 這一個 讓你放比較長的文件 哇 然後呢 還沒結束喔 喜歡功能型包包的人一定會很喜歡這個包包 因為它真的很厲害 再來前面這裡呢 前面這一格是 這樣子的拉鍊 這樣子拉鍊之後你是不是會覺得說 啊這樣子進去很難開 沒有不好意思它可以直接打開 全部展開 所以你東西可以放在裡面 然後它也都很好找 就是它是完全直接這樣打開的 當你把它這樣拉上去之後呢 一個很貼心不可思議的色 就是它這個腳邊還有磁鐵 所以它可以讓你的包包的形狀就是很挺很美 不會說你這樣拉完之後 這邊這樣垂下來 這樣垂下來不會這樣 它就是有一個磁鐵 幫你固定好那個形狀 再來我們再看還有沒有 喔還有咧 它這裡面還有一個 深到底的一個置物空間 很長的一個置物空間 然後這裡呢 這個幹嘛 大家知道這個幹嘛嗎 就是可以穿在那個行李箱上面 行李箱那個推的那個扶手有沒有 你就直接把包包套進去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帶著這個出國或什麼的 我覺得也非常方便 然後再來這旁邊還有一個夾層 哇真的不得了 這個夾層是這樣拉下來 水壺的空間 好強喔 像這個一般的那種水壺的大小 這樣放進去完全是還很空很爛 還很有空間 這個布料我感覺它是那種防水 所以它到時候你水壺如果放在裡面 然後有微微的水 或是什麼冰冰的飲料啊 你放在這邊 它也不會影響到你其他夾層放的一些文件 或是會怕沾染到濕的東西 都沒有問題它直接放在這裡 然後它這一款除了灰色之外 它還有出黑色的 欸這好好看喔 因為它的標是橘色的 好好看喔 一般灰色的你就會覺得說 太無聊太沉悶 但是它加了一個橘色醒目的標 有這種撞色的效果 你就會覺得有多了一點點的新鮮感 然後也不會這麼沉悶的感覺 背帶這裡是那種有透氣的背帶 然後軟軟的 應該背起來 背久了應該也是蠻舒服的啦 我們女生多少包包都很不舒服 那鏈子這樣勒著 我們還是硬要背 這我們來講 就像雲朵般上的幸福 再來還有一款小的包 好 如果你覺得那個都太大 我跟你講這一個 女生 什麼東西都一定裝得夠了 我們沒有這麼多東西要裝 真的好可愛 它可以當相機包欸 因為你看它這個側邊這個 拉電打開我嚇到 是因為它還有這個 這種夾層你知道吧 這種夾層就是你想要把東西怎麼樣區分都可以放 它這裡面有一個軟墊的夾層 所以等於說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當成裝一些比較容易碰 害怕碰撞到的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是非常安全放在裡面 它就是裡面是軟墊 你知道這個多少嗎 我覺得很便宜欸 我覺得很便宜很便宜欸 它這個打4.8折欸 因為我覺得是內裡做那麼好 不禁想看一下它的價錢 它是899 899那麼多功能款的包包 怎麼可能買得到啊 因為它原本是1890 所以它打4.8折 它比5折還要再扯一點 可以收納9.7吋以下的平板 然後那一個 剛剛這一個大的包包 它可以收納13.3吋以下的筆電 所以13吋的筆電是OK的 然後它是4.6折 它更扯 它只要999元 原本是21900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可以欸 999欸 999去後面買的包包 應該就是都很多那種 但是那真的很強欸 才899 這個很強 上面一樣也是有夾層 然後有一些小網紗的分格夾層可以用 然後這一個可以打通到 看到下面的那個你有裝什麼東西 剛剛那一款也是可以的 這款就沒有單獨收納你那個水壺的地方 因為它比較小款嘛 所以它這左右兩邊打開來 都是互通你下面這一個收納空間的 背面這裡呢 就是也是一樣有讓你就是可以 套在那個行李箱上面的這個設計 然後這邊旁邊還有個小的置物空間 像這個小置物空間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皮夾還是什麼的 因為它可以非常非常安全感 它就是完全貼著你的背嘛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腳夾層 你如果拿一些 就要迅速的拿出什麼 票卡夾或是什麼的 自己也很方便拿 讚 全部都開箱完畢了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的東西超划算耶 開箱這個也太好玩了吧 那就接下來呢 就是大家自己要把握這個時間 然後去做這個快閃購物的這個活動 真的好強大 我覺得CP值非常高 就是等於說這些其實本來就是知名的大品牌 然後呢平常如果你覺得難以入手 就是趁這個機會一定要把它買起來 因為真的太划算了 五點多折 四點多折都有 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開箱影片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掰掰 這個是我上次買的那個刀子有沒有 聽說這個刀子很多人後來也是買的 拉米喔 你真正讓我傷脫了心啊 我之前買了個一兩千我拉米 我跟你講我要隨身攜帶的 這個拉米的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